真言二十五章十五节 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恒常忍耐 原文的意思是节制 自我约束 长度 而和怒气鼻子脸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 原文也可以是鼻子的长度的意思 因为怒气是由鼻孔发出来的 这是希伯来语的俗话 意思就是说不要轻易发怒 所以这一节教导我们 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意思是用耐心温和的方式 可以劝服领导者 而不是用责备强硬的口纹 感谢ом 谢谢观看